立法院上个会期的最后一天 通过了申犬法的修法 就跟导盲犬一样 以后民众看到导龙犬这些辅助犬 不能够任意触摸、干扰 而辅助犬也可以自由地进出公共场合 达成大众运输工具 不能够对他们收取额外的费用 违反相关的规定 如果限期不改善 将会面临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还 以及4个小时的奖息 早上起床闹钟响了 听障朋友小梅虽然听不到 但是导龙犬CC一听到声音 马上就会扑到主人身上 要赖床也没办法 还有烤箱上的定时器一觉 Sissy也会马上告诉主人 万一发生意外 听到警报器的声响 Sissy立刻就趴下 让主人知道状况不对 别看Sissy长得娇小可爱 它可是一只辅助犬 导龙犬跟导龙犬最大的不同 是导龙犬它是可以从导龙犬猿去调犬 它其实只要一般一般的犬吃就好 它不需要有血 那它可以从导龙犬猿调犬 比较稳定啊 个性比较乖 然后对声音反应好 这样就可以突然训练 大概是半年到一年左右 助听辅助再好也有限制 听障者小梅说 导龙犬就是她的耳朵 不过要带出门却困难重重 不方便带狗出门 也造成听障朋友使用意愿降低 一月底立法院三读通过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 包括导龙犬 肢体辅助犬或幼犬 进出公共场所 营业场所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 不得收取额外的费用 也不能够拒绝他们自由出入 还有不能任意干扰 触摸或喂食这些辅助犬 为者限期尚未改善 除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并且要接受四个小时的讲席 有了立法的保护 身心障碍者使用辅助犬将更自在 提醒您 以后看到穿着背心的狗狗 不管是导龙犬 导盲犬 还是肢体辅助犬 都要给予尊重 不要干扰他们的工作 记者贝俊应累齐屏东报导 复兴航空坠毁基隆河 原因是什么 航空借旧盛船 这一架飞机 当天执行前一次的飞行任务时 机师就发现到 引擎有异状 但是地勤人员担心 搬机延误会挨罚 于是就草率地放行 对此 复兴航空是言辞否认 不过资深机师表示 从飞机坠落当时的速度 以及高度来看 应该是两具发动机都失效了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让复兴航空的搬机 倾斜将近90度 擦过高架桥后 坠落基隆河 航空借盛船 这架搬机四号一大早 执行前一项任务时 机师就发现引擎有异状 但地勤人员怕延误会挨罚 要机师先飞了再说 对于这项传言 复兴航空出示记录强调 绝对符合安全程序 但明明前一次往返台北金门 还没问题 怎么下一个任务救出意外 任职于航空公司的 飞安督察表示 从航机的速度及高度来看 两具发动机根本就已经失效 如果两个发动机都失效 然后又重新开车 还是没有办法撑空的话 那他们就只好用他们的高度 来换取他们的时间 换取他们的距离 选择比较适合的破箱地点 根据复兴航空的资料 这架飞机去年刚交机时 就因为发动机故障 转降澳门 花了三天更换新的发动机之后 回台湾的途中又出问题 转降小港 到了8月1号 发动机的滑游又外胜 发动机到底是一出场 还是事后的维修出问题 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不过碰上这样的危机 从飞行的轨迹图来看 班机一离开松山机场没多久 机师就选择沿着基隆河岸飞行 闪过高楼大厦最后才坠落在环东大道旁 处置的方式 普遍获得航空界的肯定 到底什么原因让机师必须迫降 发动机又为什么失效 飞安会表示 攸关答案的两具黑盒子 资料已经完成下载 最快周五就可以公布初步资料 而因为机上有31名陆客 中国也将首度加入飞安调查 记者林众朋友组郭俊玲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复兴空难搜救的最新进度 从事发到现在 中央到地方已经投入了2245元次 陆海空全面搜救 大型飞机残骸打捞已经告一个段落 但是失踪的12名乘客搜救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进展 顶着寒风又不时下着细雨 救难人员在低温中不断来回搜索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12名失踪的乘客 不过5号一整天的搜寻 并没有传出好消息 复兴航空这回基隆河 从事发到现在 中央到地方已经投入了2245人次 从陆海空全面搜救 大型飞机残骸昨天打捞 已经告一段落 而昨天失事的地点大约也有50名的潜水员 冒着10度以下的低温摸黑找人 可是前期实在是太差了 潜水搜救只能到昨天傍晚6点停止 而水面搜救则是持续到今天凌晨左右 但是仍然找不到失踪的乘客 搜救行动今天仍会持续 搜寻范围将扩大到淡水河出海口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 记者综合报道 复兴航空失事 正副驾驶也罹难 正驾驶廖建宗在最后关头 努力将飞机飞往基隆河 避开了人口稠密的建筑物区 网友在脸书上 为廖建宗成立了粉丝团 感谢他尽全力将伤亡降到最低 救灾人员从水中吊挂起失事搬机 在严重变形的驾驶舱中 找到两具穿着复兴航空制服的遗体 确认正副机长都罹难 根据民航局的资料 42岁的正驾驶廖建宗 飞行时数有4914小时 副驾驶留自中45岁 飞行时数6922小时 两人都是飞行记录良好的资深员工 正驾驶廖建宗的父亲 得知空难消息后 就从南投老家赶到台北 但在凌晨 飞机鼻头被打捞上岸 确认儿子罹难 廖爸爸的希望也落空了 飞行专家表示 正副机长在起飞后 就面临飞机失去动力状况下 努力避开内湖南港的人口稠密区 坠落前还急拉飞机 已经进了最大努力 出身南投的正驾驶廖建宗 念完大学之后才报考飞行常备军官 他自学苦读英文 在2008年退伍之后考上华航 接着再到复兴服务 飞行记录良好 这一次遭遇空难意外 廖建宗在最后关头 仍然努力将飞机飞往基隆河 网友在脸书上为廖建宗成立粉丝团 感谢他尽全力将伤亡降到最低 记者综合报道